Leo聊世紀 天天中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中國人 這趟比賽是天梯的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12點鐘方向的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的特色是挖金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槍兵跟毛兵是不能升級的 垃圾兵路線直接沒有 但是相對他獲得一個優勢就是肉碼會自動升級 然後電王時代肉碼是直接變成大肉碼 而且他的肉碼天生遠方多加一點 所以他的肉碼在騷擾城市中心 或者是在打對方的攻兵時 會有比較好的抗性在 比較不容易被射死 那土耳其人他的化學是免費的 所以一到地龍時代就可以直接產火炮 這也是他的文明特性的優勢 那等一下炮兵科技的話 可以讓火炮變成射程序的火炮文明 但很可惜他為了平衡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工程工程師這個科技 所以火炮打建築物稍微會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的銀罐技術則是可以讓馬公 血量高達100滴血 所以土耳其人也會常常看到肉碼配馬公 後戲配火炮 這一些一系列打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中國人的文明特性 中國文明特性開局直接給三村 但是在阿拉伯的正常的模式 遊戲模式情況下 聰明往往只會領先一村半左右 並不會直接領先到三村 所以中國人在地獄王模式 這個帝國戰爭模式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連開局就會有這個資源可以用 那中國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全能系的 護兵、工兵、騎兵都能走 比較可惜的是他的肉碼是沒有大肉碼的 稍微可惜一點 但是要打中裝、強弩、槍兵都是ok的 三攻三防全都有 後期比較糟糕的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而且沒有火炮、野火槍也沒有 社旅科技的話則是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要防伸頭戰的話還是要多靠 投石車或是騎兵單位去做解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兩邊的地圖目前看起來 這邊是LY 戰隊中國戰隊的內戰 這邊是YO對上阿痛 阿痛這邊的黃金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都是很適合開城鎮中心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黃金部分沒什麼太大問題 都是城堡斯袋能夠稍微守的 最主要是這個黃金 可能會被壓制住而已 YO這邊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黃金在這裡 左邊有塊黃金 下面有一塊 這黃金位置跟阿痛一樣 兩邊都有一塊比較靠前面的 而且對方都是有高地的地方 可以去防守 或是進攻用的 目前看起來阿痛的地圖 如果是比較糟糕一點是 他右邊這一塊比較開闊 要維持的話不太好 但是YO這邊可以直接維持 這裡要維持的方便是比較輕鬆一點 但一樣會有左邊很開闊很難守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會怎麼打這場比賽吧 這邊是敲了一個軍銀 這個軍銀正常敲 沒有想要打這個棒棒開局黑跳城 那土耳其黑跳城其實是蠻厲害的 好看到YO這邊沒有黑跳城 那中國這邊應該是走肉馬 走肉馬路線約沒有挖黃金 那這裡看一下 YO呢 不知道這裡也是走肉馬 本來肉馬會自動升級 城堡時代多打一點 封建時代多打一點 待會到城堡時代還會自己升級為輕騎兵 這個遊戲節奏是相當好的 但其實我也有看過 這個土耳其人走這個肉馬配工兵路線 那這個路線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工兵是正常可以用的 所以其實YO在城堡時代不要打太多的毛兵會比較好 工兵路線是正常的 毒兵可以正常升級上去 這波村民差點被抓掉 好這個尾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YO應該是會打一陣子的肉馬 待會再轉個機會 看能不能去抓掉 對方村民 結果這邊阿通先發智人 抓掉了YO的一隻村民 好這裡肉馬開始跑 呦抖一下 抖掉了 好這裡再打一下 上開始要撤離了嗎 這波YO成功的控住了這個窄口 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現在阿通被迫拉了一些槍兵過來防守 因為這個槍兵數量有點多 四隻了 好但是阿通的肉馬數量也是有四隻 所以現在YO防守可能還是要再注重一點會比較好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果然這邊圍死人家從左邊繞進來還是有點麻煩 沒有辦法圍死 就暫時只能先稍微圍一下 稍微圍一下 好這兩隻村民要被打 但是這裡有槍兵在 其實沒問題 趕快走 好這波上面也是 哎呦阿通被戳到了一下 好這裡回頭抓掉了一村 YO這波抓村民抓得漂亮 好這波看起來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YO這邊可以開始考慮要不要轉射箭廠 這裡再抓一村 YO這邊拿兩村 但是阿通也是拿到兩村的優勢 好這時候YO開始再補黃金了 好那這邊有沒有要去蓋射箭廠呢 好這裡趕快圍 但是很難又被留了進來 阿通這邊直接硬上槍兵 這裡是村民要逃了 要打架嗎 有藍槍兵過來先解掉槍兵 聰明稍微打一下 但是第一時間沒有攻擊聰明 就沒有辦法打了 這波可能還是要拉走 先把槍兵解決掉 再回頭打這些聰明 但聰明也是沒有要繞幹的意思 你敢上我也敢上 大家就一起上 哇靠這一波 YO有點傷 死了四村 但是換掉了三匹馬 OK YO這波有點小小的炸裂 好 好 射箭廠沒有補 這裡可能是單純挖金 沒有打算要走封建屯工兵城堡轉弩兵的 這個打法了 應該是單純的 待會多挖一些黃金可以靠買賣上去而已 那為什麼托爾希要強調這個打法 也是因為他挖黃金速度快啊 所以工兵城堡其實很穩定的 甚至一上去就可以馬上接這個彈道學 也不是太大問題 甚至可以透過這個買賣之旅 直接買上也是OK的 好這裡肉麻又直接走過來 阿痛真的不把YO的城市中心看在眼裡啊 哇靠這一村又被抓掉了 我的天 YO這波失誤有點多 但是阿痛這邊家裡也是被抓掉了五村 兩邊村民樹被抓的差不多 但是阿痛這邊失誤明顯的更多 村民的閒置來到1分22秒 也算是蠻多的 但是在20分鐘前 在20分鐘前 只有一分半還算是很頂尖了 好這一波 搓一搓 欸要小心 好那現在YO準備升級 所以有稍微斷一下肉 好但是這個槍兵要在這邊抓掉了嗎 這邊可以再高打滴 再搓一下 好上了 搓掉皮馬 好聰明回頭打一下 殘血的沒有先打 抓掉了一隻殘血肉馬 阿痛這邊又有點小小失誤 好肉馬回舊了 好這裡黃金可以多補一些 待會如果阿痛再繼續打肉馬 好那就可以 唉呦 這邊直接轉世界場 就可以轉駱駝 但是突爾先 現在這邊是決定要走馬功路線了 好不是走一般的工兵路線 而是走馬功 那我剛剛有講到這個封建轉奴兵的打法 也是非常強的 而那這邊一上去呢 就可以變奴兵之外 還可以繼續走馬功路線 升級的對應也可以繼續用馬功 一般的工兵升級跟馬功也是同樣的原理 所以呢 這個不走封建工兵轉奴兵 我覺得還是稍稍可惜的一點 這個壓制力喔 還是有點差 但是優點呢 就是在城堡時代馬功 會按得更穩定一點 畢竟4NEW時代按太多工兵 黃金的產量可能會不太穩定 好這裡馬上補了一個大學 二級攝影點下 阿痛這邊要面對的是 土耳其的馬功路線 那通常中國人遇到這個打法 也可以走馬功 或是走駱駝 去反制 或是走戰毛兵防守反擊 或是走一半的步工兵 中國聯奴都可以考慮 但中國聯奴會有個問題喔 就是射程喔 通常會輸給馬功 所以走中國聯奴路線 問題很大 除了要挖城堡之外 這個射程上也是一大問題 好這邊拉打 拉得有點辛苦 弱馬過來助陣 好這是馬功 好像不太影響 好點下了跟蹤技術 好處飆起來 免費升級新奇兵 貢爾其人 收掉這隻槍兵之後 弱馬去追一下 繼續騷擾 但是 中國這邊也是走馬功 好 但是YO準備要來點彈道學了 這把比賽 馬功 又是一個特殊的馬功對抗對決 但是這把比賽 都是很適合走馬功路線的 中國人稍微不太適合的原因是 只有安息人戰術 但我覺得這並不影響他馬功的表現了 好那兔爾其人現在有優勢的地方 就是有安息人戰術之外 還有彩藝奇兵的優勢 那中國這邊可能還是要靠經濟 把這個農田的肉量先拉起來 那這裡阿痛有點下二級伐木 YO上方 這裡是忘記點二級伐木啦 為了點彈道學 OK彈道學補下了 現在兔爾其人的馬功有優勢了 好這邊稍微射一下 馬功射後面的馬射掉了一隻 這邊的馬功射倒了一隻 但自己損失兩匹馬功 馬功數量開始有點小 但是後面的肉馬一直在想要吸引火力 但是都被彈道學給射掉了 這一波馬功 阿痛可能會守得有點吃力 因為人家有彈道學 YO這波 抖動在抖動 一直用輕騎兵去抖動 躲掉了一些箭矢 好是這個不好射 兩邊都在瘋狂走 很細很細 好阿痛也點下彈道學 點掉了一匹馬 第二匹沒機會 繼續驅趕 這裡阿痛一定要守住 牧區只要被干擾到要拉走 經濟就會輸 所以他這邊盡可能的不想把村民給拉走 好那現在兩邊村民數是差不多的 44村打44村 好那現在YO也點下輪軸技術 經濟已經準備穩定起來了 這波馬功走過來 再射一下 阿痛點下了攻堅護甲 好輪軸技術 這波 抖動 再抖掉 再抖 再射一下 再抖 這個抖動 依舊是很亮眼的 兩邊都是一個高速抖動 你抖我我抖你 這個是 抖魚 抖魚YO 另外一個是抖鷹阿痛 兩個都有抖子 很抖很抖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抖真的是太抖了 OK抖到現在是YO有點受不太了 好但是這波馬功集結 YO猶豫了 有點不太敢上 因為右邊這一頭馬功有點跟阻力分散了 好兩邊再度會合 16隻打16隻 但是後面又有更多的馬功補了過來 阿痛直接把TC蓋在了外面還不是裡面 這個是相當大膽的 就是阿痛很有自信 可以鎖住YO的馬功 才這樣做的喔 這是一個自信的表現 OK這裡馬功 再對射一下 欸這個抖動 有料 這個抖動 但是好像沒有抖得很好 還是遲到了YO的劍 這邊阿痛也是抖了一些 OK 又抖掉了 OK 彈道學 其實貼得夠近 就不用去擔心彈道學的問題 但是兩邊貼得越近 就意味著兩邊有一個方式一定要打到底的 好現在YO決定不跟你打到底 我先撤 好又拉了一些馬功回來 現在是雙TC打雙TC YO到30分鐘才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好這個就是三射箭場 最大的問題 好你不只三射箭場 四射箭場 好其實這個慘能喔 一直都有在Delay的狀態喔 我是覺得雙射箭場 慘能雖然穩定喔 但是馬功數量一定會輸對手 但是你的射箭場多的話 就會變成你很難去顧到你的經濟 好這算是一個 需要自己去取捨的東西喔 但主流還是比較常看到是三射箭場 四射箭場是真的有點多了 好但阿通這邊是率先轉出了戰毛兵 他神職之道跟圖爾西人 繼續對打馬功 自己的優勢會因為銀罐出現 而變得越來越劣勢 好先轉戰毛兵 確實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做法 好這隻村民 好兩隻村民被抓掉 這波多謝來不及溜了吧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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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又要在十幾村才行 唉唷 殘血活了下來 但是這一波馬功對射 阿通這邊對射的結果是 輸給了歪歐的馬功 但是右邊的TC並沒有辦法蓋好 好 應該這波是十大救問了 歪歐這波大獲全勝 右邊的TC蓋不起來有點小虧 好現在戰毛兵登場 在戰毛兵登場之後 阿通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以開始抽一些經濟了 好用戰毛兵去跟你換 我就賺 OK這一波歪歐是想要把馬功全點掉再走 但是戰毛兵一直慢慢補的上來了 自己的馬功數量也損失越來越多 這一波我覺得並沒有賺 好歪歐這邊開始轉出清洗兵 好點了馬凱 OK天生就是三防的馬 肉馬其實很不錯 好但是人家戰毛兵有五點傷害 所以只要點了一防 這個肉馬打城堡賽的戰毛兵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就沒那麼害怕 戰毛兵的傷害了 好阿通現在轉出戰毛防守 那也轉了一些馬功繼續出 我馬功雖然挺了一些 但並不是代表說我就不打馬功了 我還是要繼續出戰毛跟馬功 好這一波戰毛攔截打得漂亮 我還要能夠突破重圍嗎 看來是勢必要死很多的馬功數量才行呢 哇靠123456 6隻馬功直接倒地 好現在清洗兵也開始慢慢量產起來 3TC補下 墊下了一攻 現在阿通 臭米蘇已經慢慢領先了 好這頭馬功 有點尷尬 站的位置有點微妙 好那現在馬功數量已經是來到了 10隻 回到了10隻的水準 那現在阿通也是 兩邊又回到了10隻的馬功水準 都有想要走馬功路線 但中國人走馬功路線是有未來的嗎 跟土耳其打 感覺未來是兵不多的 可能要開始轉駱駝會比較好 OK現在戰毛兵 一直被漏馬追著砍 一退一下 好 YO開始這邊把經濟給顧起來 這個擠農田也點下了 那阿通這邊沒有點過擠農田 不過能點下的是更好 畢竟中國人的農田有團隊加成了 這個弱量可以踩得再更多一些 好這一波是 YO 轉出了清騎兵跟騎士 想要衝進去 好看一下這一波馬功在右邊高地集結 但是阿通這邊也是有個小集結 勝率直接被砍死 但這一坨其實衝進來遇到是城堡 完蛋了 這波的城堡也過不去 YO這一波有點虧衝進來 沒有撞到任何田頭 還被射跑 虧爛 好阿通這邊 要被包夾嗎 馬功高打第一 抓掉了一隻路途跟騎 清騎兵 好 好阿通也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開始慢慢顧好了 YO這邊有打算要點手推車嗎 還是要想要存資源先生帝王呢 好這一坨騎士加弱馬 推頭追戰矛 但是要全部送光了 好這一波清騎兵過來繼續追 阿通這裡的組合開始從馬功 轉成駱駝了 好多位接人點下了手推車 現在經濟一切好轉了起來 好這一坨馬功 先射倒了一隻駱駝 兩隻駱駝 開始推頭 先把駱駝給解決掉 先騎兵上前 想要抓對方的戰毛兵 但戰毛兵已經所剩無幾 阿通這一波有點危險了 YO直接拉了一堆村民過來蓋城堡 這根城堡要是能蓋好 YO阿通這邊就難受了 但是這邊也還好 這裡黃金是沒有的 這裡只有一個城鎮中心 所以才說這個城鎮中心很大膽 對方隨時很容易壓寶過來 或是蓋頭車直接壓制 都是有可能的 好補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不知道是要出衝車還是投石車 主炮路線應該是不太可能 應該只有衝車跟投車 二選一的 好 YO這邊壓寶之後 直接點下了帝王時代 阿通這邊則是繼續補村民 把村民補到了一百二十二村 但資源量稍微買賣一下 他也是可以點帝王的 但城堡這裡是補在非常後方的位置 這位置可以守附近 但是正面已經快要守不住了嗎 來看一下這一波交戰 這波交戰是由YO發動的主動進攻 阿通這邊的戰毛兵努力防守 馬公趕快先把這些騎士跟肉馬解決掉 不然這些戰毛兵沒有任何的輸出空間可以去防守 這些馬公 好騎士還在砍 這裡肉馬完全打不動騎士 過頭出來結果直接被馬公給射倒 這一波騎士衝的有點多 還在衝 好 YO的兵力直接把阿通的兵力給壓倒了 阿通現在有點猶豫 到底要不要升帝王 感覺好像可以了 退出去了 對頭馬公退出去 趕快點帝王 家裡要趕快再守一下 好駱駝戰毛兵要再繼續補才行 這裡補了更多的馬就 好看來阿通決定要走全走 駱駝路線了 YO這邊則是繼續走馬公 反正我土耳其帝王時代 優勢是很巨大的 而且甚至我銀貫 已經點了 現在就有90滴血 哇靠這個血量真的是真的猛 真的猛 很坦的馬公血量 好阿通這邊是 展出了大量駱駝 重量駱駝升級也需要一段時間 三級馬卡也需要時間 二級馬卡也還沒好 那阿通要趕快來補齊這些科技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喔 好右側有抽抽開礦 結果這裡的弱馬抓到了嗎 這一波看一下 直接掠過 回頭看到村民開始扁 這一波很不錯 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個肉馬立了大功 YO的帝王時代免費升大肉馬 太舒服了 這就是土耳其人 爽吃 阿通這一波 直接虧爛 右邊這個寶沒有起來 這兩個礦點沒有辦法守住 有點傷 趕快再拉更多的村民過來 準備就緒 準備就緒 洞要賭 洞先賭 完蛋 阿通 有 賭了一下 漂亮 OK 這波賭掉了 但是YO這邊的巨型頭時間已經要攻城了 後面這裡火炮也可以趕快按 但是YO這邊是先選擇升級的重裝馬弓三級射 化學都已經補了 三級的弓兵鎧甲也點了 這個黃金 資源全部消耗掉 就為了走馬弓全滿 連安心人戰術也點了 該點的都點了 全滿馬弓 這對於阿通來說是一大的問題 走駱駝路線也不一定能打得贏 好 駱駝路線是可以有效 克制馬弓跟肉馬的一個路線了 阿通這邊想要打贏 看要不要轉一些戰毛在後面輔助 那駱駝 衝衝駝駝駝是一定要點的 現在YO繼續補下了更多的馬弓 肉馬也開始在提升傷害值 三弓點下了 哇靠 YO這邊攻防升很快啊 肉馬的三防也已經點下 剛剛右邊抓了一坨村民之後 YO的村民術已經領先 經濟也開始遙遙領先 阿通哥現在開始變成比較弱勢了 好右側直接扛著城堡傷害 吃了幾隻村民 左側的位置 有一台衝撤還在乳小 但是阿通沒有打算到你 直接過來跟你硬打正面 馬弓高達第三有點高 重中駱駝直接突破了弱馬的防線 這一波馬弓 應該是要拉打才行 正面硬打會被駱駝給吃光 好這裡駱駝還在上 這裡直接吃掉三台巨型投擲機 應該沒問題 一台拿下 第二台 攻擊 但是沒有三攻 打巨型投擲機的傷害有點 不太好 好拉了更多路頭 直接正面開吃 等這邊滴打高 打馬弓 要打一陣時間 而且人家血量是100滴阿 來一起馬弓 存活力有點強 喔 但是開始有點夾不住了嗎 他在遠地射擊當中 這一波先撤退的是阿通 阿通這一波城堡掉了 右邊這一座 暫時沒人可以防守 但這邊一定要死守 或是這裡不死守的話 待會右邊又要被騷擾 只要丟了右邊的野況就沒了 但這波似乎不是很理想 中國這邊轉一堆弱駝 但是馬弓已經成形 血量非常的誇張 哇真的打不動 好 所有些人這邊繼續轉肉馬 當肉盾 想要擋住 最近同時機拉到了正面 但是阿通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YO的人口應該是很穩定的 而且馬弓這邊打得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YO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石頭的話稍微輸了一些 甚至還有三勝物 最近來說我覺得阿通這邊轉駱駝 最大的問題是 問題是黃金的提高穩定度不夠多 再來就是戰毛兵沒有即時轉出 這兩大問題 那你轉肉馬轉駱駝的話 應該是會有木頭可以去G出這個戰毛兵才對 但這個戰毛兵為什麼沒有出 有大部分有可能是YO把這個衝撤 頂掉了非常多的射箭場 讓阿通沒有打算要就去補射箭場 所以導致這個戰毛兵的慘人 並沒有穩定出來 畢竟這邊只有暴駱駝 才有可能守住右邊最快黃金 要是沒有暴駝的話 這裡的村民一定要撤退 甚至待會的節奏 就會被YO給帶著走 所以為什麼阿通這裡要這麼急著 出駱駝去壓制YO 也可以說是被逼急了 畢竟YO這三個巨頭確實逼得很好 把阿通的這個B戰的效果發揮到零零氣質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把小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明言見